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大师学习围棋攻击法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攻击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盘棋 我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我认为是我看到的真的是教科书般的非常漂亮的进攻 而且这两位对局者也都是绝对的大师级的人物 两个爵士高手在给我们演绎围棋的工坊 工坊站中的这种味道和这种庙味 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好的 那我们直接进入到棋盘 来看一看这盘棋现在的局面 这盘棋是板田先生之白 他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吴清源棋盛 吴清源先生 所以说这是我们说是两个大天才之间的一个较量 实战白棋的上一手棋是走在了这儿 走在了大飞 接下来下面的局面是轮黑下 这盘棋我们跟大家再说一遍 就是大家不要搞错了 搞混了 这盘棋是白棋是板田荣男 黑棋是吴清源 也就是说跟我们之前的看到的所有的局面都不同 也就是说这盘棋实际上板田先生是被进攻的一方 也就是说这是我看到的他这个著作当中 极少极少见到的是 实际上他是被搞 也就是说他是用自己的棋谱做一个反面教材 来去呈现的 这盘棋所展示的是吴清源先生的这种犀利的进攻 也就是说板田先生是作为一个陪衬 他是作为一个配角出现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也体现了板田先生他的一种胸怀吧 就是但凡他认为值得给我们推荐的 是这个好的进攻的 这种题材呢 他都完全毫无保留的去跟我们分享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换句话说是轮黑下 也就是吴清源先生出刀 该如何进攻 我们说上一招白棋走在这 这步棋呢 是一个板田先生的棋风吧 可以这么说 因为这步棋多多少少有点过分 白棋现在这几颗棋子啊 其实是怎么讲的 并未安定的 因为他陷到黑棋的这个重重的包围之中 陷到黑棋的一个大王里面 所以说呢 他看上去籽不少 实际上他还是有一点薄的 那正常 普通来说正常的分寸 白棋可能是在这补个方 或者说是偏这边一点也可以 那可能把跨 这个步子放的再大一点 也许走在这 我在想啊 也许也是可以的 但实在呢 板田先生是 怎么讲呢 就把这个薄棋当后市 这也是他的一个棋风吧 或者说他的这种个性的体现吧 就是让你来 不惧战斗 但是实际上这招棋 还是有一点点过分的 从这部棋开始 它是一个导火索 接下来就是我们下面的主题了 黑棋该如何进攻 因为我刚才分析过 白棋这块棋呢 实际上是没有完全的安定的 这块棋 它看上去子力不少 其实是很薄 黑棋的下一招棋 首先第一个目的 一定是要 第一个目标吧 就一定要把白棋分段 才能够实现我们说的 这个分而攻之 分而机之 这样的一个目的 如果你简单的分段 比如说最容易想到的是 走在这儿震 白棋可能就跳 黑棋跳 这样分段 首先白棋从这儿飞 这个黑棋就比较头疼 就是这个飞会让黑棋很讨厌 接下来黑棋怎么分段 白棋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黑棋如果想分段 白棋当然也可以了 比如说你靠段也可以 间段也可以 但是这个呢 都是自身会存在 一定的这个缺陷 白棋即使现在暂时不飞 它就把这个贴出来 也是可以的 因为黑棋 我们看黑棋这两颗棋子 对白棋下面的威胁 实际上是非常的小 而且我们说它随时留着白棋 有这种下法 白棋还有一个最笨的下法 就是它可以尖这个 如果白棋想联络的时候 我们前提是白棋想联络的时候 当然这个下法呢 暂时可能不会下 不会用 黑棋冲 白棋就跳 立场 这样白棋再尖在这儿 我们看这个尖 形成了三个虎 这个虎 就是你冲我就挡住 两个都是虎口 你再冲我也还是挡住 都是虎口 所以说白棋这样呢 是一个 所以说是一种 委曲求全的联络的方式吧 就最不济的 白棋是可以联络的 所以说这招棋的一个问题 是在于 同样是分段 但是它呢 就是没有对白棋下面施加压力 不够紧 简单的说 就是它不够紧凑 对 那同样的 如果说你是从这个地方分段的话 跟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差不多 其实 就这样的话呢 白棋会靠在这儿 它会先处理下面 那你这步棋对白棋这两个棋子的压力又很小 你接下来比如说还是能走这儿 那白棋就从这儿跳出来 就是它这块棋可以先暂时先处理好 然后全心全意的处理上面的这个骨棋 所以说这个阵和这个阵同样都是分段呢 但是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一个共性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够紧凑 就是给对方的压力不够大 只是单纯的分段 那么 嗯 就是对方可以先把一边处理好 再次级的处理另一边 我们看实战 吴全先生的这个下法 他是走在这儿 肩冲 其实啊 这个分段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窍诀 是一个可以说是 取巧的一种方式吧 一种思维方式吧 大家可以去尝试 可以学习 可以尝试一下 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让对方看上去 联络了 看上去马上就要联络了 在这个时候把它分段 这个是效率最高的 因为就像是什么呢 就像是这个 呃 怎么举例呢 嗯 你同样的用一手棋 这是在棋盘上举例 同样的用一手棋 让对方呢 就是两块看似接近联络的棋 去联络的时候呢 那他之前的这个 呃 接近联络的这些所有的招法都变成了无效 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大家是否明白啊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这在谈的一个是效率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降低对方的子效 就如果说我们让对方的单纯联络的企图变得失效 那这一定是相对来说 就是他是效率最低的 那也就是我们效率是最高的 那如果同样是分段 就是说 你让对方没有去花手术去联络 就是呃 他根本不需要联络 换句话说 他在同样 他是在分开处理这两块棋的时候 你把它分段 那么这个时候的效率并不高 啊 啊 抱歉 也许我这个解释的可能让您更糊涂了 呃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我可能暂时只能解释到这个程度 就是说呃 简单的说呢 我们是要用一种方法 可以说给对方设一个陷阱 呃 让他去期待自己可以联络 呃 让他去花手术 花精力 把精力放在这儿 把这个 注意力放在联络上 在他马上要联络的一瞬间 我们再把它 分段 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呃 其实围棋上有很多道理呢 他其实也都是跟生活上也是相通的 呃 包括他围棋上棋盘上就自身他也是通的 就像我们经常说 在对方围一个大模样的时候 就你最开始的时候不要太着急 你等他这个模样啊 等他这个口袋啊 马上要收口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进去 嗯 这个是让他最疼的 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投入了很多很多很多 呃 大量的投资 在这个上面了 呃 这个时候他如果不成功 共亏一亏 同样的道理 我们让他也是投资 就是你每花一手棋 这手棋呢 他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联络 这就叫为联络投资 那让他在这个为联络投资 呃 投入了大量的这个心血之后 或者说投入了大量的这个资产之后 我们再把它 一刀切断 这个是效率最高的 那么这招棋实际上啊 我们看吴宣言先生的这步棋 呃 他就是这个意图 我们看他怎么实现的呢 白棋看上去可以连 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啊 在怎么讲的 就是我们会害怕 呃 我非常理解 就是我们就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起手 我就当然很了解 就是说我们会害怕 害怕什么呢 就害怕我这个到底能不能实现啊 我这个目的 人家一冲 不会连上了吗 那我如果斑被他一断 就看上去好像我这两颗棋子挺危险的 对不对 啊 是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呢 呃 对于高手来说 这些是可控的 呃 它是可以被掌握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其实黑鞋 现在有两种下法 第一种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搬 干脆就来硬的 你如果断 我就长 看上去呢 这个十字扭断是白棋先 我们说这十字扭断白棋先长 而且看上去白棋子多啊 对不对 其实 我们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子力啊 把它在范围扩大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谁子多 我们再仔细看看谁的兄弟更多 外面茫茫多的 全都是黑棋的弟兄 只有在这一个局部 看上去白棋子多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吃掉黑棋这个旗筋的话呢 你这个子多叫无效 这些兄弟 暂时能帮上一点忙 就是相当于你 你们两个人 这个打起来了 这个这个发生争执了 打起来了 这个关在局部的一个小黑屋里面呢 看上去你人多 你可能能占点便宜 但是我有电话 我打个电话之后发现 整个这个区全都是我的人 全都是我的兄弟 我们这个看看 整个黑压压的一片 全都是黑棋的这个 援兵 这个时候你再想想 谁更危险 是不是 那么这就是第一个策略 就是说我直接一点的 我直接扳断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时候就闭着眼就想 你断了我就一尝 只要吃不掉我这个子 你只要不能把我 这个彻底的给我打服了 或者说是彻底的 把我这个擒住拿下的话 我只要一个电话 一通电话 外面全部是我的兄弟 就不要怕 第二种呢 还有这个比较柔和一点 就是跳这个 就反正我的目的就是分断 对不对 我不管黑猫白猫 抓着老鼠就是好猫 我就分断你 就是在一个局部 把你分断就好了 白鸡如果脸只有长 那么黑鸡煎这个 这个是一种黑棋 叫做利于不败的一个想法 也非常好 没有问题 如果你连这边 那我这一冲 这个很显然 白鸡就完了 这两头太重了 被一分段 必死一块 应该说实讲 那如果你连这边 那我就一冲 那就不是说必死一块 那就是已死 不是 我们不用分析了 这块叫已经阵亡 对 这三个子就已经死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其实黑棋看上去 是有点担心 白棋从这联络的 实际上是 吴泉先生给对手 设了一个套 他就最希望 你就是在这连了 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投资越大 你到时候损失就越大 你越希望连 到时候连不上的时候 你越惨 那么这个时候 当然白鸡先生 也不会中计 干脆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也甭连了 我还是分头跑 兄弟们 解散 分头跑 各跑各的 能跑一个算一个 这是他的战术 那么下一步 黑棋 我们就不给大家出考题了 因为很难 真的很难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我觉得 看了之后 真是叹为观止 太妙了 坚冲 还是坚冲 这个就是说高手 在跟高手下棋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窒息的感觉 就是好像 马上就要 就是呼吸要停止 喘不上气的感觉 就是他逼得你 就是被高手 这种 这个拿住了 这个就是 叫什么 这个关节都被他拿住了 就这种感觉 你动也动不了 喘气都困难 就是这样的 我们看黑棋这招棋间中 又是这种 高度的施压 给白棋高度的施压 就是逼你 必须要表态 你下一步 你走不走 你不走 被黑棋贴过来 那不像话 你的生存空间 被黑棋 大幅的挤压 受不了的 如果走 我们看时针 白棋走 贴 黑棋长 白棋拐 这个是几个棋型的要点 必须要走 这要是护住的 这个时候 以我们普通 比如说 起手的一个视角来说 我们首先第一个想到的 可能是从这尖 或者说 这叫跳也行 总之是先把自己连上 我们目的是分段 对不对 大家一直想 我们目的是分段 OK 我就分段 全心全意的分段 把自己联络了 也分段 看上去不是很好吗 很好 的确也不错 如果说站在一个 普通的爱好者的角度 或者说是站在一个 像我这样的 低水平的前职业选手的 这么一个视角来说 可能能打个80分 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不要忘了 这盘棋 两位选手 不是我 不是我这样的选手 我是指 他们都是天才 都是大师 他的追求 跟我们不一样 他的每一步棋 都是奔着满分去的 也就是说 对于吴全先生来说 他不能容忍 像这样的招法 在棋盘上出现 就是没有完全的 把他的力量 施展出来的这种下法 中途半端 这条棋 如果就是 比如说棋有下的 可能叫我们就点赞 这是好棋 非常好 思路清楚 而且没有破绽 但是吴全先生 他叫无法容忍 在他的这个世界里面 没有这种下法 实战 黑棋 下一步棋 板田先生在他的这个 著作当中的评价是 就像一把利刃一样的 搁穿了他的这个小心脏 就是让他觉得痛不欲生 下一步棋是走在这 跳 这个跳之后 我们看首先白棋的 这个局部的眼形 是被大幅度的挤压 可以说白棋局部 就已经活不了了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描述 就是局部你已经活不成了 那么接下来留给白棋的 只有一条路了 就是怎么样去联络 或者是苦活 就是我指的活不成 并不是说判他死刑了 就是说他局部 就是单纯的作眼 是很困难的 那比如说他也可以考虑 像这种作眼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 可能有顶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这个实在是太委屈了 人家跳 你跟着他在这走 这两颗棋子 现在是被别人 叫是盘中餐 随时可以吃掉 同时他在从这跳 继续挤压 他每一步棋都有大量的 要么就是木 要么就是厚薄 都有收获 你的每一步棋 都是单纯的作眼 而且还做不活 就是太难受了 但是我们如果是 我们下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担心 是什么的 我们就很担心 白棋如果说 你真的把对方分断了吗 他如果脸上怎么办 这就是吴清源先生 他的高明之处了 这就是他的计谋 他就这么想的 他就期待你去联络 如果搬 黑棋下一招 棋是跳 由于有了这个尖冲 这个尖冲 由于有了这个两步棋 或者说我们由于有了 这三颗棋子之后 其实白棋这两边 他已经没有办法连了 还是我们刚才讲的 他最期待的就是你往棋连 实际上他就像赶羊一样的 赶着你往两边 两个羊群往一起赶 赶到最后的时候 你已认为你们这两个羊群 会合了之后 他一条小河给你分断 对 中间你们就是过不去 这就是他的策略 如果白棋搬黑棋跳 我们看是不是 有这种感觉 就是马上叫胜利会师的时候 就是给你截断 白棋如果冲 黑棋挡 这个地方就非常刺激了 这个是很凶险的 白棋打吃 这个时候黑棋两种下法 一种下法 就是干脆就从这跑出来 因为白棋是蒸不掉黑棋的 但这种下法有一点点的 可以说是风险 我估计吴全先生 他不会采用这种下法 他就非常简单 就采用第二种 他接上就好了 接下来 如果白棋跑这个 跑这块 那么黑棋这一跑 白棋就崩溃了 我们看白棋就智力破碎 就是你这几个联络失败 这叫联络失败 然后同时这边 黑棋拐在这又是一个棋型 这个跑的同时 又把白棋棋型破坏掉 所以这样白棋不行 那你如果提掉 这个下面的问题 当然解决了 也很爽 但是我想说 那你这个上面这三颗棋子 就交给党了 这三颗棋子 显然就是 已经是黑棋的这个囊中之物 已经死掉了 那这太大了 这个死的损失太惨重了 而白棋看上去就中央提花 但是不要忘了 现在已经是后半盘了 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中后盘了 中央拔花 实际上叫眉木 就四木 眉木有点夸张 所以说这样白棋是不行的 如果跳在这 跳在这也不行 跳在这黑棋就斑 就还是这样的 它永远都是像一把刀一样的 就给你分断了 你如果断 它就接 接下来 这三颗棋子 黑棋肯定是安全的 因为它这一跳就回家了 这边离家也很近 你飞出来它一见 这个总是没办法分断黑棋的 这两颗棋子 白棋也是吃不掉的 因为下一步黑棋冲过来 白棋就 没有办法收拾了 所以你只能跳 还是这样的 黑棋把这一拐 自身出头的同时 把你这个棋型完全破坏掉 这样基本上 白棋这块棋就死掉了 可以说这没有什么活路 棋局肯定也就结束了 所以说呢 其实白棋是 已经没有办法联络了 那下到这儿 黑棋一跳 板田先生呢 摇了摇头 这叫 被别人使出了一记 叫做 以笔之道 环石笔身 板田先生最擅长的 犀利的 踢刀一般的进攻 被吴全元先生呢 这把踢刀啊 现在钻在吴全元的手里 让板田先生自身 也感受到了一回 这个被别人这种 缠绕进攻 这个左右不得风生的 这种痛苦 所以这盘棋呢 也是最终板田先生是 这个大败 他事后也在总结 就是说 他之前的这个局面下的 这个大飞 是过分了 是低估了对方的力量 也是被吴全元先生 被对手啊 就是几招 就摁倒在地 这盘棋 我觉得虽然 我们给大家讲的 这个招法上来说 没有那么细致 并不是很 并没有完全很仔细的 给大家分析这个招法 因为 可能也是时间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 完全展开的 给大家摆每一个变化 但是我想呢 这个也不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要学到一个 这个进攻当中的一个逻辑 一种节奏 就是 在该需要去紧的时候 该需要给对方施压的时候 一半口气都不能松 而且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在去 进行缠绕进攻的时候的 一个策略是什么呢 我们尽可能把对方往一起干 尽可能的让他去 自己形成这个 叫实际上 左右矛盾 连又连不上 跑又跑不了 形成这样的局面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非常的主动 那么这盘棋 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经典 也希望大家可以仔细的品味 可以仔细的回味一下 就算我们学不到 这个高手的这种 技术上的 这么高超的这种技艺的话呢 我觉得就本身 就从欣赏的角度来说 这盘棋也是非常值得 我们去体会的 下的实在是太妙了 好的 那么本期的节目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